绿坝 绿坝花界护航 简称绿坝 这是一款由中国工信部 自2008年起开发 并且推广的网络审查工具 据官方介绍 绿坝软件通过识别、过滤、淫秽色情 等不良文字和图像内容 旨在防止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 对于未成年人产生负面的影响 2009年5月 中国工信部发文 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的计算机 强制预装绿坝软件 而这项决定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对 在引发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和网民的一系列反对行动后 最终被无限期地推迟 绿坝也因此被网民调侃为 最短命的安全软件 2008年1月 中国工信部在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等部门的支持下 向社会公开征集绿色上网过滤软件 并最终以4,170万人民币的价格 采购了两款软件产品 并将其合并为绿坝花季护航软件 供社会免费使用 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之下 全国中小学校和网吧 开始广泛地安装使用绿坝软件 用户数量一度达到了2000万 2009年5月19日 工信部下发 关于计算机 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 要求自7月1日起 所有在中国境内 生产销售的计算机 出厂时必须预装绿坝软件 但就在规定生效的前一天 该要求被暂缓 2010年7月 据京华时报报道 负责绿坝软件 开发维护的两家公司 在2009年之后 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运营费用 北京项目组 已因缺乏经费而被遣散 尽管官方声称 推广绿坝软件的目的是过滤色情内容 但被破解的数据文件显示 其敏感词列表中 包含六四屠杀等大量政治性内容 远超与色情内容相关的敏感词 南方周末实测发现 软件会将含有大量黄色区域的 加菲猫图片误判为色情内容 而将裸体图片中的黄色 替换为其他颜色 就可以通过审查 更有网民发现 绿坝竟然以明文的形式 存储了色情网站地址 直接为用户指明了方向 面对工信部强制安装绿坝的规定 中国网民发起立场前所未有的反对行动 各大论坛 博客上充斥着对于绿坝的质疑声音 有反对者甚至建立了反绿坝官网 2009年6月 都为学者和律师向国务院递交建议书 质疑该规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同月 网络上开始广泛传播一份2009匿名网友宣言 直接向中国的网络审查体系发起了冲击 7月1日 艺术家艾未未也发起了 霸上网一日的行动 绿坝软件的影响也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网络文化现象 绿坝娘 绿坝娘身穿绿色裙装 一手抱着绿坝软件的吉祥物兔子 另一手拿着写有疯字的瓶子 帽子上则有一只和谐的形象 中国网民通过将绿坝软件人格化 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于政府大规模推广绿坝软件的不满 在网民的接力创作下 绿坝娘的同人小说 周边T恤 主题歌曲也很快地被创作出来 然而绿坝娘的百度词条以及贴吧 均被平台封杀